每年的三月顺,在房产市场的行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阳村 那么在市场上,房产小阳村有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就是过完年之后,也就是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 另外一个就是九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大的时间段 但是今年确实太惨烈了 现在来讲呢,华北这六个省的房价确实已经出现了晚节不保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华北最大的一个省会城市的洋房和高层 基本上已经处在瘫痪的状态 现在要给这个房主拍一套房子 是咱们看到的这个高层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据说已经租进来两年多了 但是基本上也看不到什么邻居 装修花了几十万 但是现在房价下跌比较快 两年的时间,基本上从原来的阶级小两百万的房子 大概市场价格也就是在一百三四左右 两年赔了四五十个啊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奇怪 因为现在的房子就是你原先的价格越高 现在可能跌的就会越差 那么咱们重点来分析一下北方华北的这六七个省会 目前的房价基本上均价已经跌落到了一万五以下 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一四一五一六这三年 华北大部分城市啊 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房价均价大概就在两万五左右 目前已经这个经过六七年的房价调整 那么这几大省会的房价已经均跌落了一万五以下 现在有一些不发达的省会房价已经大概在八千九千上下波动 回到万元每平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即使是这样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洋房 整个洋房呢是六层 六层一楼是一个花园 面地都比较大 阶级一百五十平左右 目前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在出卖 那么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啊 难道这些房主把房子卖了之后 他们就出去租房子吗 那么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啊 所有这些卖房子的人无非就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像这种比较高档一点点的小区啊 房子也算是比较新 那么他们卖房子的原因就是一个抓紧变现啊 像他们这种情况房子比较多 至少是大于等于两套啊 变现之后脱离这个楼市啊 因为大部分人的判断能力就是说有可能房价会继续下跌吧 就算是止跌的一种行为 而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房东也是着急变现 一般情况下就是有负债 而更多的原因就是还不上贷款了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4年到18年到15年 这四五年的时间算得上是国内房价的最高峰时期啊 不管是南方和北方 而在这个时间段买房子的人也是最多的 那么他在最高的房价的时间段买了房子 那么他的贷款也一定是最多的 随着这五六年国内的房价 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调调整当中 所以更多的人也就是房子在贬值 那么贬值的时间和速度和范围越来越大 但是他们的贷款没有去停止一天去偿还 那么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 甚至是大批的房奴 根本就顶不住现在的房贷 那过去的十多年 为什么断供的人非常少 因为他还债的速度远远比房子升值的速度要慢 也就是说他升值的房子的升值的速度 是大于还贷的速度的 比如说你每年还贷可能本金大概是五万块钱 但你的房子每年能涨二三十万 所以说以前的人 他是不害怕去断贷的 而现在房子贬值 很多北方的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城市 贬值的速度会更快 那更多的人为了止损 所以说没办法只能断供 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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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